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,是别人在路上浪,你却只能在上路浪,听说最近年轻人集体陷入了一股资奔的热潮,吓得本边赶紧加快了马子的速度,跟我走吧,我们去巴黎铁塔,我们去布拉格桥下,我们去最浪漫最动人,但别人不知道的地方啊,一手资奔,聊多了年轻的人们蠢蠢欲动,想要出逃的心, 也倒破了他们的生活哲学,什么叫年轻,就是要活在当下,行在路上,使劲折腾啊,他们热爱生活,在意过程是否走心,是感兴趣还是被奴役,工作机器,在他们的字典里不存在的,除了爱工作,他们更懂得适时爱自己,他们知道,自己值得更好的生活, 从设计工艺到动力系统,均为年轻人量身定制,并以颜值,空间,配置三大越级产品力,带来全方位的高价值越级体验,作为一款日美自飞凡的越级智能家教, 北七A6不仅刷新了自主品牌车的驾乘体验,其血液基因里渗透着的越级向上的积极生活态度,更为年轻消费者带来说走就走的勇气和实力, 号召大家努力将梦想付诸行动,不同于炫耀性的维言使徒,年轻一代坚信,更高的颜值是为了养养越级,对于美帝事物,他们自有一套普世的逻辑, 而北七A6的颜值很大程度上,清合了年轻人的深美公约术,是多数年轻人容易来电的自由汽车身材用彩虹桥式设计, 不管是充满灵力和肌肉感的双腰线设计,还是流线型的车身和刘备设计,都非常符合年轻人的深美水准,除了解锁潮流趣事, 这种设计也使得北七A6的风阻系数几为0.3,想要颜值高,前脸必须有,北七A6的前脸,就具备了良人的实力,映入眼帘的全全新标志,搭配双幅一体式近期格杀, 有效提升了车头的立体感和产品辨识度,雾灯则采用了配有镀铬装饰的C字型设计,整体造型显得活力十足, 再高的颜值,也要有足够的实力做支撑,别被他们对颜值的超高湿球虚晃一招,他们真正想要的其实是有料又有盐,搭载1.5L自然吸气发动机, A7A6的动力实力不足,采用轻量化铝制钢企,最大输出功率为85千瓦,最大扭矩142NM, 传动方面,与发动机匹配的是CVT变速箱,与市场上大部分车型相比, A7A6的这套动力总程,在驾驶平顺性与南游经济性上的表现更佳,无疑是家用车型的黄金动力组合,生活并非实施地沐浴在阳光之下, 熟通旅行并不总是一路坦途,好在无论坎坷与否, A7A6的这套动力系统,都能轻松hold住,如果说被A6在讨好年轻消费者, 那么他的心思显然没有赋予表面,而是真的下了功夫,尤其难得的是, 被A6没有为了年轻化的外观,而忽略车内空间, 其长矿高分别为4621811485MM,轴距来2672毫米,保证了后排乘客的舒适性, 值得一提的是,北汽A6后备箱空间高达560L, 且支持后排座椅放倒,想要说走就走,北汽A6的超大空间, 全力以赴,让你的我想变成我要,等到天从自己的内心真的在路上了, 满怀对远方的憧憬和雀跃启程,对于北汽A6的考验, 可能也才刚刚开始,迎合年轻人独特的习惯, 车内大量使用多个是条装饰,悬浮式设计的中控台, 把音测悬浮液晶屏,带在CarLife车载互联系统应有尽有, 还有博设ESP,忙去监测,车载空气净化器,自动启停等配置, 无疑不彰显北汽A6虽然是一款A级车, 却拥有B级车的配置, 北汽A6还自带车载行车记录仪, 随动转向功能得到车后视镜极多功能方向盘, 抬压监测等配置,满足日常需要的同时, 要旅途也能一路无忧,不夸张的说, 身为互联网原著名的年轻消费群体持有八九式细节控, 在配置这些小细节上征服它们, 离买完就不远了, 一般而言,不管是更好的旅行体验, 还是更好的生活, 往往意味着要付出更高昂的代价, 北汽A6反其道而行之, 为了减轻年轻消费者的买车和用车压力, 厂商特别推出了四重福利, 无优市价,终身值宝, 免费雷修,金融免息, 用成一家月级二字一一落到实处, 无优市价,三十天内任何质量问题, 无条件退换, 终身值宝,终身值宝, 标准与国家三包政策保持一致, 免费维修,维修免工时费, 配件八折优惠, 金融政策,免息, 二十四期定额贷, 快速审批,现场放款, 年轻人的生活哲学总是包罗外向又难以捉摸, 很难用一个既定的标准去定义, 但只要用心的去理解, 融入它们, 产品就会散发出同样雕性的年轻气质, 与消费者对近自视般相看两不厌, 正如为7N月以三大月级卖点, 倾心打造的月级体验, 只用一场旅途的时间, 就可以牢牢锁住年轻消费者, 如果喜欢本视频,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 别忘了按赞哦!